李鸿鹏用了五年时间,将六十余万字的石头剂刻在了朱砂红叶腊石上。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,这件作品还是微客,平均一个字仅有0.3毫米大小。 李鸿鹏是吉林长春人,是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,也是长春市微客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。 10月13日,当记者来到他的工作室时,老人正在精心保养着这件凝聚着其心血的作品。 朱砂红叶腊石上,自己密密麻麻,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。 李鸿鹏对记者说,十年前他就开始着手创作,直到今年四月份才最终完成这件作品。 其中选材用了五年,雕刻用了五年,每个阶段都是既漫长又曲折。 十年前我就开始招手准备这方面的,包括他的材料的选择, 包括对这方面的设计。 中国四大名石这个产地,我每年几乎走了几遍, 大江南北跑来跑去的寻找这块石头。 这块珠砂红叶腊石宽约80公分,高约52公分,厚约5.5公分,重51.2公斤。 李鸿鹏在石头的正反两面,开辟出了宽80公分,长40公分的雕刻面积。 他计算过,想要均匀刻满60多万字,就要保证每个字不超过0.6毫米。 为了静下心来,老人经常选择夜深人静的夜晚进行雕刻,以免被外界打扰。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思想上和精神上的一个准备,就是要心无旁骛,而且要专心的,不能挫字,要全身性的投入。 有一种那种毅力,那种精神,那种执着,那种爱好,那么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5年的精心雕琢,这件石头剂终于完成了。 李鸿鹏说,为了威克这项爱好,他甚至提前5年退休。 据其介绍,从20年前雕出第一件作品至今,李鸿鹏已经刻了近400万字。 未来,他还计划补齐四大名著,继续创作西游记、三国演绎、水浒传三部威克作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